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它怎么开 如果开在50.98回踩跳空不补 你自己看一下 能行吧 好 回到板块了 板块 板块居前是半导体 元器件 通信设备 符不符合我和大家说的新科技 你们看一下 符不符合我和大家说的新科技 第一 半导体 元器件 通信设备 然后在这里的就是金融证券有设钢铁权重 保险 这是金融 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来看半导体里面你哪些强者 好 你看 这个是不是越级的 你看一下 这个越来没有 但是越高了之后 它可能往下踩一踩再上 好吧 这是芯片 这是芯片 好吧 好 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的 我的这个 这个板块我就和大家不说了 好吧 板块注意一下我们的新科技板块 那么创业板排序 这样一排 你们就排出来了 是不是 好 天能重工 天能重工是不是有一个越级啊 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越级 天能重工有没有越级 对吧 你一排就排出来了 好 然后呢就是富安要业 这个这个这个是直接越级的啊 是直接越级 这个直接越级准备过走峰的啊 这个高了一点啊 就是富安要业啊 好 然后就是我们的这几个 主要看一下这个科创里面的我们几个符合我们的案例 哎 你看 这个也是越级的 所以说芯片 你看见没有 是半导体芯片 它都是板块竞价强 个股零号 个股就跳向上 一定是半导体芯片的板块在前面 个股才会跳 好吧 但是跳的时候 一定下面的构建要好 如果构建不好 这些零号有可能是假零号 这些竞价有可能是假的 好吧 把景房冲高回落 哎 你们看 688595 跳得高不高 哎 芯片 688595 对吧 这是科上的啊 着股是一样 那么泰坦科技 是不是可以关注 泰坦科技是不是可以关注 对吧 泰坦科技需要关注 哎 这个 这个呢 就是没有构建 你看688126它没有构建 看到没有 它没有构建 所以它在这里票有可能假 啊 这些没有构建的票 你就稍微的留一下 好 我的9号公司 我的9号公司现在在跳吧 你看9号公司也在跳 对吧 所以你要关注周五的几只强势票 它能走强力 你看中芯国际也是0号 那么就代表今天的新科技半导体和芯片会走强 好吧 那么这个时间不多啊 进驾的时间不多 我们到28分了啊 28分我就关进驾了 好吧 最多29分我就关进驾了啊 这个时候马上去做案例 马上去做 然后你们看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自选股排序 你就注意了 是不是 同一股份手版这个票 你们看它 关注一下它 这个是芯片的手版 这是我们自选股的几个 另外一个啊 中芯公司继续0号 是吧 中芯公司从这里和大家发展 是继续是0号的啊 这就是证券 这是个证券 然后试运电路 0号跳空过走峰 你在这个地方关注 它能不能把这里突破 因为高量就在这一个区域啊 高量就在这个区域 所以你看一下这几个竞价 高开里 好吧 比如还有安踩高科 安踩高科 你们看 安踩高科在目前 在是竞价 0号跳空过走峰 对吧 那么你只需要关注 它慢慢的往上 打到这个区域就OK了 那你们说 它的目标 是不是要到这里去了 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标 这只股票的目标 就会到这里去 对吧 好 这是一个啊 我们要讲的很快 不能说太太多了 好 5G 你看这是5G的 是不是 5G 以为通信 甲英真阳 能否千流带长 看到没有 5G的以为通信 甲英真阳 能否千流带长 月吉零号 好吧 我就点评这几支票 行不行 大家各自去做自己的预案 好吧 那么今天早上的竞价排序 和板块和个股 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自己去做功课